先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情况 别人都是两个人谈恋爱 我们俩是四个人谈恋爱 他总是觉得我不够爷们 不能自己做主 但是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怎么能完全置家里人不顾问 他们家就是不喜欢我 一个劲儿想开上我们 我也已经做出很多努力了 我希望他能和我一起考验 但他现在却想退缩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 这样的爱情我真看不到未来 看这个小片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别人是两个人谈恋爱 我们是四个人谈恋爱 那两个人会是谁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24岁来自辽宁 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顾24岁 同样来自辽宁 是一名房地产销售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愿意 未经许是许多年任何秘密 都请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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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为什么要调查她 没回答我 关系好是一个层面 为什么要调查她 想了解了解她这个因 想了解她 我小姨那个因比较八卦 你们家人现在不太希望她进门是吧 为什么 我妈那个因挺保守的 你知道吧 然后她整天就是挺爱打扮自己的 她不还是这样 就想把工作死了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她家门呢 老人的思想上 老一边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 我妈看不上我俩出去大手大脚的 哦 我妈就认为她不是个过日的女的 明白了 那你能够不听你妈的话吗 但是 那你说如果 看她还是那么纠结 不是 每次问她什么事她总是这样拖拖拉拉拖拖拉拉 就是这么纠结 所以说让我现在我都不知道选择她对还是错了 我自己事我都不敢回家跟我父母说 只能委屈有自己委屈 自己苦往自己住的业 有那么苦吗 不是你就看今天这事吧 买房的事到现在她先提提完之后 她不告诉我结果 我想跟她妈之间婆 就儿媳之间嘛 不是你没嫁过去呢 上杆子可不是买卖啊 我现在听明白 就是你逼着人家娶你呗 是这意思吧 没说 没说呀 她只是现在死缠打打这儿 如果这样我会不分手 她乱打你我没听出来啊 她缠着我 她缠着你啊 因为我只是因为爱她在乎她 我不想轻易地放弃这张感情 我才这么说的 不不不这个我也听不明白了 我也搞不懂 我这人智商情商都比较低 老师们你们都高兴 因为我们俩是太乱套了 你们俩还真不乱套是你有点乱套了 你们问吧 我真是 我听到这样叽叽喳喳的时候 我真是稍微有点受不了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看这姑娘这张嘴那么厉害 我要是她妈的话 我也不敢娶这样的儿媳妇 将来要是吵架 我肯定吵不过你啊 那我已经不可能跟她父母吵架 那你要是跟我儿子吵架呢 那我儿子吵不过你 如果说我们俩结婚以后 她父母不是再这样的话 我们不可能这样 你看姑娘 你现在说话掉低了 我觉得你更可爱了 所以我在想 其实你这张小嘴 这个厉害起来 能气死人 但是要高兴起来 也能哄死人 你咋就没往后面那项去发展一下呢 因为她小姨总这么调查我 真的忍得那么长时间 你刚才都说了这个 她小姨调查你 那你想想 如果说你的单位里所有同事说 小郭真好 特贤惠 会过日子 然后特温柔 你小姨还会再去调查其他的吗 这个会不会过日子 是我们俩的事 就是我们俩结婚在一起过日子 这个才能感觉到 你上班工作 她忽然了解你 她也不知道你会不过日子 你看就刚才我们这几番 小郭这姑娘吧 嘴太快 其实你们俩有点欢喜冤家的意思啊 男生刚才你讲半天 我听了一下你们家的情况 就是老百姓有一句特别八卦的话 一般啊 家里有个厉害妈妈 都会娶个厉害媳妇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我们都看得出来挺热乎的哈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现在缺乏的是技巧 就不知道该怎么一块去努力 把家长这关给攻克下来 比如说这个妈妈和小姨 觉得她不会过日子 你有意无意的 就应该向他们透露一些信息 比如说今天我们俩人出去玩了 我们看着一东西 哎小郭说 哎呦这东西挺贵的 要不咱别买了 你要是经常在你的妈妈和小姨面前 表达这些 他们对这个女孩子的看法 不会是这样的 为什么妈妈和小姨 老觉得她花钱大手大脚 这个信息的来源是你 你们两个要讲究技巧 这个女孩子也是 以后你要是再上人家家 听长辈把话说完 如果她每次都抢我的话 我就觉得这女孩不懂礼貌 没有我去她家的时候 你看 一般都是她妈妈想说话 知道吗 学会尊重对方 让对方把话说完 学会礼貌 对方会对你的印象有一个加分 但是男孩子必须要做做一点 说实话以我的感觉 我不认为你俩感情好 你们俩在刚才吵架的时候 都容不得对方插上一句话 在这一刻看不到你俩的默契 所以呢 意味着你俩谈恋爱呢 现在还处在恋爱的早期 离结婚还很远 为什么好远 因为出了好几个问题 对 先说第一个问题 四个人谈恋爱 你们两个人还没彼此了解 对方是什么样人呢 家长介入了 不管是妈妈还是小姨 不管是八卦还是不八卦 这问题始终存在了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南方的问题 孝顺父母 很多问题要照顾家长的感受 但同时也说明 家长对你的不信任 很多问题你要听他们的 你不敢拿主意 不敢对你们的感情 做下一份属于自己的承诺 那么这就说明 你还没有完全长大 不能独挡一面 所以你现在搞定女朋友之前 先搞定你的妈妈和你的小姨 这也属于你的能力 你要证明给他看 我今天已经可以了 我处理问题 你们请放心 那么他们干预就会少了 好了 再说女孩的问题 大家都看到了 性的比较急 容易强化 一点都忍不了 那你想一想 生活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所以你把这份感情呢 太理想化了 刚要接地戏的时候就受不了了 真的接的婚了 这个问题比这还要严重的多的多呢 你们未来的路还好久呢 所以说两个人先反思反思 自己应该怎么去办 然后能不能去承受一些东西 再决定是否往前走 不要否认问题 小姨是不能变的 妈妈也是不能变的 她也不是三天就能长大的 你的脾气也可能经历挫折之后 才慢慢地学会聆听 好了我就这么多 谢谢余老师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其实长得也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 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太着急了 我感觉太倒贴了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要结婚 我要搞定她爸妈 我要赶紧结婚 真的没必要 24岁 那么年轻 你招什么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可以停下来再想一想 我真的是不是适合她 对不对 三个女人一台戏 那么我就想问 爸爸去哪了 一个阴盛阳衰的家庭 养出来的一定是一个相对于无能的儿子 因为事全都让妈妈和小姨给操办 我几乎可以断定 这个男生 他的生活 工作 乃至于将来的家庭 都一定是由那两个女人一手操办 其实他挺直白 挺善良 挺老实 挺笨 但也挺无能 但没有办法 这是家庭造成的 也恰恰是因为 阴盛阳衰的家庭 所以造成他一定会找一个和自己的小姨和母亲 几乎雷同的妻子 所以才找上了你 所以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 这要是进了一家门 这一家屋口得有多热闹 而且他是不可以找一个很善良贤惠的女人的 他愿意找我都不同意 他要是找一个苏秦那样的善良温柔的话 那还不给他们家欺负死啊 当然像要你这样的势均力敌的人 对不对 你要知道你在这个家庭 最大的价值就是让他的妈妈和他的小姨 找到强烈的存在感 是吧 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你是爱他的对吧 对 好 第二 他是很无能的 你知道的 对吧 而且这个无能这一点 几乎是将来十年二十年 都不会改变的 甚至他有了你这个强势的老婆之后 他会更无能 但是我也敢担保他会越来越听话 对吧 找人总是有好处和缺点 正反两面的 对不对 这两点你都承认吧 第三 他的父母之所以去调查你 是因为心疼儿子对吧 怕你欺负他 对吧 这是三点事实吧 那了解了这是三点不可改变的事实 可不可以谅解 可以 可以谅解 那我再问第四点 他的妈妈和他的小姨 因为心疼他怕他受欺负 所以才打听你 那你能不能心疼一下自己的男人 可以 那么心疼自己的男人的唯一方式 不是毫无教养的动不动就插嘴 而是有技巧的逐个击破 我要是你先把小姨攻克下来 先把小姨给哄圆了 两个人在一起争取了舆论基础之后 妈妈就不再是问题 所以要逐个击破 要学会做人 将来到了那个家庭当中去了之后 做人的这门功课还长远着 我几乎也可以断定 其实你家里的父母应该比较善的 所以什么都要你自己来抗争 所以你的性格会比较强势一些 这有的时候都是人性的规律 那我问一下男生 你说你不能跟你父母抗争 因为你也孝顺他们 但是你至少可以跟你妈妈说就这样的话 我爱你 我也爱我的女朋友 你疼她就是疼我 你至少可以把这个立场给表明了 对吧 我不要求你跟父母去吵去闹 你这个立场可以表明 你不要让你的女朋友 永远感觉到是她一个人在战斗 你要让她永远感觉到是两个人在战斗 你说呢 你呢既然你有强势的一面 就把你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 下面第一步 先把爸爸搞定过来 第二步把小姨弄过来 接下来 对于她妈妈来说 就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好吧 就这样 谢谢老师 有一个初衷和本意你问的挺好的 你说到底是几个人在谈恋爱 你要自己真觉得那么委屈 那么不好 干嘛要强求 男生其实也是一样的 喜欢他爱他 就拿出一些像样的东西来 想清楚吧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明天 这么长时间了 你知道我对你的意思 能不能陪我一起扛下来 不行 但是如果你妈分小姨还这样的话 我感觉我以后会很累很累的 我这应该好好想想 好 一点机会没有 让我再想一想吧 我们在这个现场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那么谁用这个机会 我用 好来选择一下用什么 看一下 现场观众吗 求助现场观众什么 像老师说的也是 没用的男人 所以说我希望 谁能给我个主意 来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看好他们俩往前走吗 看好选赞成 不看好 请选择反对 来 各位请选择 现场42.1%的观众是看好的 还有57.89%的观众是不看好的 很接近 我帮你问问 看好吗 我觉得他俩可能不适合在一起 那就是不看好呗 对 为什么 我就不评价了 我就给这个姑娘点意见 第一 就是他们调查你 还不如你直接跟他们家里 话说清楚了 第二点就是 不要嫁进他们家门里 出去自己买房子 或者是住房子 再结婚 然后第三 就是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男的如果真的爱你的话 你再和他在一起 如果不是的话 千万不要和他在一起 来 女朋友 我选的是反对 因为我觉得小姨太厉害了 供参考 好 两位换箱子 两位换箱子 请回 来 请关门 只有24岁的这两个人 在一场恋爱面前 被搞得我看有点 体无完肤 最后他们自己的选择 到底是什么 5 4 3 2 1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通常在这个舞台上大概男嘉宾到这个时候有几种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面对镜头做告别 第二个选择是什么都不说 重新开始追逐 所以你今天会 我不会放弃呢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他 我爱他 不会放弃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